中北14號下起大雨 路上行人紛紛撐傘 此時白色轎車一個轉彎卻失控 直衝猛撞高速撞噴行人 衝進其樓裡 撞得無辜路人當場消失 在監視器畫面當中 恐怖車禍就發生在台北市內湖區康樂街口 14號下午3點46分 一名鄉親女駕駛疑似天雨陸滑 轉彎時不慎失控衝入人行道 將23歲張姓男子撞飛 索性行人緊右手及腰部擦措傷 離譜轉彎也在新竹南寮雨港上演 造車好好行駛在雨港邊上 最後卻不明原因90度大轉向 刀災蔥直接墜落碼頭造車四角朝天 乘性駕駛卡在車內動毯不得 新竹這名乘性駕駛 14號開車到新竹雨港時 不慎連人帶車落海 縮性駕駛意識清楚 警校貨罷後立即實施救援 將人救援上岸 算往台大新竹分岳救治 隨後出動吊車 將車輛吊掛上岸 至於車輛落海原因還有在離期 既然航空前的盤建仁 過於新竹台北採訪報導 院長 宵部 移圈 超小 航空前的 其他運動 清航空前的 外身 , 擁有 一